交流的话 还要去做事前的审查 然后事后的就是还要去报备 是过度干涉 难道是政治黑手申请校园会这么气愤 就是因为教育部打算颁布新规定 只要是学生赴中国大陆交流学习 除了要登陆交流研修学分系统 将在追加登陆赴路交流登陆平台 防统战宣传实践大学校长陈正贵说 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审查动作不能少 但是登记内容繁琐 甚至要求事前一个月就要先行登陆 事后一个月还要回报 这能力负担恐怕都要学校自己扛 从准备工作变复杂到进而影响交流机会 政治捆绑教育一个政策似乎制造更多变数 教育部比较好了解就是到底就是学生是去中国 召唤是什么时候或者是一些资本资料 就是比较能掌控台湾学生在中国大陆那边 交流方面的一些问题吧 这不是绿色恐怖 整个教育系统跟新兴学子直接的接触 那在往来台湾跟中国之间教育的内容 或是活动的内容 其实是应该要受到特别的关注 教育特别澄清绝对没有政治考量 但只要碰上中国单纯议题都会变复杂 如何避免教育交流被染上整只位 恐怕才是当务之急